回顾常规赛的五周赛程 12支战队与此互相交锋 无数前行与追赶 只为速度与荣耀 在这常规赛的五周赛程当中 有哪些选手与队伍 曾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 在此我们即将揭晓 2022QQP这首游S联赛 秋季赛常规赛 最佳新秀 最佳道具团队 最佳竞速选手 三项荣誉 首先为大家揭晓 最佳新秀究竟花落谁家 请看VCR EDGK 逆境方显英雄本色 可风作为新人 却有着老将一般成本 作为竞速选手 追求极限 第一时间冲现 是永远的目标 作为EDGK的意愿 陪着队伍逐渐成长 亦是职业生涯的必修课 新人可风 是将成为那登山路上的破局之人 第二位 KZ二加 他是所有新人当中的佼佼者 是队伍赛季补强的生命军 赛场上的沉着冷静 似乎和他稚嫩的脸庞 有点格格不入 不善言辞的他 更愿意用实力来打破质疑 KZ二加 从全国公开赛到S联赛 是他自我蜕变的心路历程 也是他向上而生的真实写照 第三位 请脚重 从亚洲杯海选一名惊人 再到S联赛 踢挂上场 从初出茅庐的青涩 再到赛道记录留名 新人备出的当下 他日夜进取 不骄不躁 职业生涯新征程 他致力于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来自清酒俱乐部的 众 正带着梦 向前冲 以上三位提名选手 最终 谁会获得2022年S联赛 秋季赛常规赛 最佳新秀选手呢 恭喜以上三位选手 获得最佳新秀奖项提名 联赛的新生力量的崛起 关于他们的未来 有无限可能 下面 获得本次2022QQP的手游S联赛 休记赛常规赛 最佳新秀的选手是 KZ二加 有请二加 请为我们的最佳新秀 送上奖杯 有一点沉 小心点 好的 再一次恭喜二加 请二加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就很感谢我的教练 还有我队友们 就无论在平时生活上 还是训练上 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是因为 是我第一个赛季嘛 然后就希望自己以后能 打得越来越好 发挥得越来越好 是的 也再次祝贺KZ二加选手 获得最佳新秀赏象 请到台下落座休息 谢谢 三场胜负 并非全然关乎一人 齐心协力 道具的对决 比拼的是团队的力量 有人全场领跑 有人进退有度 每一次的冲陷与胜利 都是关乎团队的荣耀 下面将公布的是 2022QP的手游S联赛 休记赛常规赛 最佳道具团队 让我们看一看 是哪些队伍获得了提名 入围2022年S联赛 秋季赛常规赛 最佳道具团队提名的有 第一位 RW俱乐部道具组 磁仔 玲珑 小白龙 一个团队的精神 就是一种力量 一种不服输的憧憬 就是一种追求 这个赛季的RW道具组 并成着人心奇 太善意的理念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 精彩绝论的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 心怀远方 鸿鸿之志 赛场 尽险 霞之风发 第二位 RNGM俱乐部道具组 影子 浩浩 念旧 大胜 他们每一次出场 都彰显着无穷的能量 他们每一次前进 都焕发着青春的奇迹 新人的加入 让整个团队 更加朝气蓬勃 斗志昂扬 老将的坚守 逐渐成为 金石于保障 捍卫团队的荣耀 RNGM道具组 用实力证明了 什么事 永不掩白 无畏前行 第三位 RSG俱乐部道具组 旧炎 雷弓 Duck 飞渊 尽中求变 尽而求远 这个赛季的RSG道具组 一直在稳定中 寻求突破 事实证明 他们做到了 终结对手的不败神话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们心里的赛场主角 非自己莫属 以灵力的进攻为毛 稳固的防守为盾 RSG刀具组 在追梦的路上 势不可挡 以上三支提名战队 最终 谁会获得2022年S联赛 秋界赛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现的是射人的魄力 是极致的速度 记录收割者 赛场大魔王 无数称号不绝于耳 但他的眼里 却清澈如水 身后的成就 已然成为传奇 他更在乎的 是前方对于极限的 精静不休 第二位 RW悟空 性情温润 处世冷静 领跑时神情自若 追赶时从容不迫 他是赛场上的冷面君子 目光坚定 他是RW的定海神针 尽速得分手 9981难 不会让他向挫折低头 面对绝境 众人总相信 他72遍 化险为夷 他就是RW悟空 第三位 RSG小玉 他是粉丝口中的小奶玉 对有身边的强心剂 对手眼中的假想敌 头脑冷静 手法精妙 他是理想 照进现实 心境纯粹 敢拼敢冲 他是天才至于少年 他用努力回馈天赋 用实力回应质疑 RSG小玉 护狼知识中的汉家 终点线前的韩光 以上三位提名选手 最终谁会获得 2022年S联赛 秋季赛常规赛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